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接线盒 找到对应地棒左侧的两个传感器 然后螺丝拧开它的接线头 取出它的四根线 取出另外一个传感器的四根线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拉出来 接下来我们来拆地棒背面的传感器 现在我们将秤脚和螺丝拧下来 这个是挡鼠板 每台秤后面的结构并不完全是一样的 有的地方是没有防鼠板设计的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方圆口的设计 边缘圆润铺上手 好了 我们现在将旧的传感器取出来 接下来我们拆另外一个传感器 现在我们来安装新的传感器 接线头部分要打一个这样的结 然后准备一个这样的铁丝 因为大部分的客户家里准备铁丝挺简单的 但是要准备专业的安装工具就挺难的 用铁丝勾住这个线头 然后将传感器的线引到接线盒的地方 现在我来操作一下 我们安装传感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传感器这个有凹槽的这一面呢 一定是要朝内侧放着的 这两个是传感器的螺丝孔 这一个是蹭脚的螺丝孔 蹭脚的螺丝孔一定是要朝外侧的 对着外面的 然后我们蹭体底部的两个螺丝孔 包括我们传感器的两个螺丝孔 还有我们防束板的两个螺丝孔 是要对齐的 现在我们来安装一下 我们来完整个螺丝孔 现在我们来安装另外一个传感器 现在我们将两根新的传感器的线装到接线盒 接线的顺序和这边是一样的红绿白黑 现在我们来接另外一根传感器的线 顺序依然是红绿白黑 装好之后我们轻轻这样拉一下 看有没有固定紧 这个螺丝也一定要拧紧 防止下雨天会进水 相关的